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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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高兴有这机会 又再度来到台南 我知道台南市的建设 一定要有它的特色 那刚才的简报我一看出来 台南市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就是它是台湾最古老的一个都市 也是台湾人文汇翠的 一个发展的地方 所以这边邻居了很多很多 在政治在文化上的精英分子 那么当时给台南市留下来 非常非常好的建设 我们看到的古迹或者是我们看到的 这个台南过去的一些文人 我们今天看到这么多了不起的艺术家 都在群聚在台南 那么这样一个特色呢 其实在未来的都市建设里面 应该要能够充分发挥 让我们的台南有在整个的台湾来看 它有不同的都市特色风貌 这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我也知道市长呢 是很期待能够把这个美术馆做好 那么给台南市呢 再增加一个市政建设的特色 将来还有任何的这个需要 或者说是软硬体的这个方面 还要再做配合的话呢 我们都可以在事后呢 我们会中央会跟地方一起来合作 我期待呢 未来这个美术馆呢 能够是我们台南市市民的骄傲 也就是说它不只是让 能够让台湾我们每一个国民 以台南市有这样一个美术馆 感到骄傲 同时要让世界上很多人都能够了解 台南市有这样一个 我不敢说它是大的美术馆 但是一定要是一个小而美的美术馆 希望呢中央政府这一点一点小小的经费 能够创造出我们台南的一个大大的光彩 这个是我完全期待的 我期待也祝福我们的这个美术馆做得很好 也希望我们台南市整个市政建设的其他方面 也都跟这个美术馆一样一起往前迈进 那么希望我们继续努力 我们的工作做好 谢谢